在交通意外方面 国道的中山高 北上在靠近泰山收费站前 在下午两点左右 有一辆自小客车 是突然的冒出了浓烟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客车是紧紧的赶快 这个停靠路间 而浓烟是越窜越大 一度还出现了车流堵塞 在这画面上 我们看到这个小客车 是整辆车都被大量的浓烟 是完全的覆盖了 消防队是出动了好几辆的水车 到场不断的洒水灌旧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抢救之后 现在火势是已经被扑灭了